今天是9月16日 1982年的今天 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物价局等部门 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 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的通知 20世纪80年代初 全国所有的商品 从大型机械到针头线脑 都是由国家计划定价 企业没有自主权 严重影响了工商业发展 为了加快全国经济的发展 1982年9月16日 国务院批准 关于逐步开放小商品价格 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的通知 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 may抽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ủ一小装 历经五次搬迁,八次扩建 市场的形态每两三年就要升级一次 到目前已经形成了设施先进 配套齐备的小商品国际商贸城 一屋小商品市场就有四十多万种 对国际小商品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